沙特阿拉伯博释了外界對歐佩克加上星期決定 不顧美國反對而削減石油產量目標的批評 聲稱他們未有事實的根據 並且在星期四表示 華盛頓要求將減產推遲一個月 將對經濟造成負面影響 白宮反駁說美國向沙特提交的一份分析報告 報告顯示石油減產可能會損害世界經濟 並指責沙特向其他歐佩克成員各施壓 要求進行投票 預計兩國官員將會很快討論有關的局勢 幾十年來 兩國一直建立著以能源換安全的聯盟關係 而這種你來我往的商戶指責 加劇了兩國關係的冷淡期 歐佩克加由石油輸出國組織以及俄羅斯等盟國組成 上星期宣布將石油日產量目標削減200萬桶 之前美國官員反對削減石油產量 並且進行了數個星期的遊說 雖然現有市場仍然緊張 主要經濟體的庫存低於歐佩克過去減產時的水平 但歐佩克仍然作出了上述的決定